李嘉欣依紫色露肩贴身长裙 在中环出席保养品活动 露出销魂锁骨 他自曝最近勤练大热的空中瑜伽 以致身形明显轻健 连面颊都熬了下去 不过他就自诩 现在自己做领轰依字马 完全没有难度 更豪言要练出六块腹肌 但他就笑颜不想在健身房 见到自己老公许晋亨 因为本身我老公很多问题 那然后他会说 为什么你有这个人鱼线什么的 那然后怎么练 那我觉得运动要非常集中嘛 那假如他出现的话 会影响我的效果 近日有报道指出 李嘉欣与许晋亨的母亲 疾怨很深 因此拒绝婆婆带宝贝儿子小JM 就算自己与许晋亨去了欧洲旅游 他宁愿把儿子交给姐姐带 也不留下给婆婆碰一下 李嘉欣首先否认与老公欧游 表示就算真的去旅行 他肯定也会把儿子带上 至于不让婆婆带孩子 实情是婆婆现在主要以享受人生为主 对带孩子这些脏活累活不感兴趣 其实基本上我都是自己有家人在看她 只是因为我婆婆她对小孩 她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再重复她以前那么辛苦的日子 所以一般她都是对她笑笑啊 对啊这样子 世界上应该没几个奶奶 不想多点跟自己的孙子相处 李嘉欣抱婆婆对孩子不感兴趣 其实有点毁人三观之嫌 李嘉欣甚至自爆 当婆婆看到自己带孩子辛苦时候的囧态时 竟然在一边加一句你慢慢熬吧 那两人之间的婆媳关系 是好还是不好 又会好成什么程度 大家应该心中有数了 当然这对当事人来说是不好承认的 这个真的太夸张了 对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搜狐视频那是情好的 我是孙丽